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我是迪欣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你們一起做鞋櫃的斷設理 那我剛剛把我所有的鞋子都清出來了 全部都在這邊 總共有24雙 然後大部分都是球鞋居多 等一下會先把我確定會留下來的 跟確定會淘汰的先分出來 然後要考慮的等一下再來想想看這樣子 首先一定絕對會留的就是這雙阿里達球鞋 我一個禮拜七天大概有四天都穿這雙吧 它的底非常的好穿 然後它的配色也很可愛 就是粉色黃色紫色這種可愛的配色 這雙是蠻特別的鞋 那這雙我一定會留下來 第二雙就是這個Nike 一樣是運動鞋 那我平常運動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穿這一雙 所以這雙也會留 這一雙 有 軍靴 很好穿夏天的時候我都會穿這雙 有 黑色的涼拖鞋 這雙應該是我夏天穿最多的吧 有 然後這一雙卡其色的藩布鞋 我已經大概有兩年沒穿了吧 這一雙要丟掉 然後這雙小白鞋 雖然它是非常百搭的款式 但是我已經好久沒有穿這種版型的鞋子了 淘汰 再來是這一雙 這雙應該是三年前嗎 還是四年前 那時候 New Balance很流行這種鞋舌上面很大的這種logo 我覺得它穿起來前面會有點痛 可能這雙版型比較小吧 那我那時候已經有買大半號 可是穿了我還是覺得不太舒服 我沒有辦法穿它穿很久 半天我就會想要把它脫掉 所以這雙也是淘汰 再來是這一雙Nike的Air Max 這雙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 然後前面這個小狗狗也非常特別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 它鞋子的前面 你們有看到這個前緣嗎 它是硬的 它並不是網路 所以我每次穿這雙鞋的時候 其實我腳尖的部分都會覺得有一點痛 不太舒服 那這雙也是我沒辦法久穿的鞋子 所以這雙也是淘汰 再來是這一雙艾迪達的 哇 它已經被我穿到髒到不行耶 可是它真的很好穿 穿這雙搭抱走大逛街的地方 或是出去玩 基本上腳都非常舒服 一整天下來都不會累 但是它其實也很髒了 蛤?我想留欸 這雙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我運動的時候也會穿 我想我應該會把它拿去送席 然後留下來 再來是這一雙Rebok 沒有什麼好講的 淘汰 再來這雙眼是Rebok的 整個鞋子版型 然後還有顏色都非常好看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 杏色奶茶色 然後前面是有一點雞皮的設計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側邊 我覺得它的筒高稍微有一點尷尬 它也不是高筒也不是低筒 就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所以它會把我的腳踝遮住 如果我穿短褲穿它的話 就會顯得我的腿被吃掉了一截 而且它比較適合在穿寬褲 或是落地褲的時候把它遮住的時候穿 露出來這樣一點會很好看 我的腳是24號版跟25號 那我穿這個鞋子的話 會讓我的腳看起來更大 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鞋尖是偏比較尖的 所以說我穿它就會稍微有一點痛 之前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是穿它在迪士尼 走了一天 晚上回去覺得我腳都快短了 就是小拇指跟大拇指的兩側都有輕微的水泡 然後有紅紅的破皮 所以這雙我應該會把它淘汰 再來是這雙那個愛迪達的Ultra Boost 這雙真的是非常好穿 超級好穿它底軟到不行 這雙就是在我穿這雙去玩迪士尼的隔一天 真的是覺得腳痛到不行 感覺快要炸了 然後我就買了 它是白色的 然後後面搭配這個雞皮 但是我這一雙是拿大半號 因為那時候其實已經沒有我的尺寸了 剩下男生的最小號 二五半 有點太大了 但是這雙真的是超級舒服 所以我會留下來 然後我運動的時候穿 頂竿鞋黑色的淘汰 因為它已經真的很髒了 我覺得它的底也沒有那麼好走 接下來是這個 切爾西的雨靴 這雙淘汰 黑色的靴子 這雙留下來 再來是這個白色的方頭 一根兩鞋 懶人鞋 怎麼跟後面的鞋櫃有點融合在一起 焦糖棕色的 酸喔 好像這雙好猶豫喔 這邊已經被我穿到有折痕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雙不是很好看 好看 然後這一雙白色的 它是皮質的 跟剛剛一樣的懶人鞋 我買太大號了 這雙我買到26號欸 我覺得這種懶人拖鞋 後面都會稍微有一點不夠 然後我都覺得我的腳跟會露出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超大號 但是其實 我在走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飛出去 不知道 這雙很漂亮欸 這個顏色 這雙先留下來 可能之後 有些場合需要 或是有些衣服搭配的時候 可以穿 這樣留著 再來是這雙 薄肯涼鞋 也是買很久了 然後我覺得 薄肯鞋的底好硬喔 穿它走 我都覺得我沒辦法走太久 淘汰 再來是這兩雙超級類似的款式 就是一雙白的 一雙黑的 白的我會留下來 因為我夏天如果 只是要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或是拿個外送的話 我就會穿這一個 所以這個會留下來 黑色的 這雙的話 我應該會帶回嘉義 因為我嘉義沒有任何拖鞋可以穿 所以這雙我會留下來 紅色的 攜帶涼鞋 那時候就是看到它搭配牛仔褲很好看 所以我就買了 可是我買了以後 過沒多久 就冬天 買它到現在喔 都沒穿過它 這雙先留下來 如果我這個夏天沒有穿到它的話 我就把它丟掉 最後一雙 焦糖棕色的 涼鞋 然後它後面是鬆緊扮 這雙其實會買它是一個意外 我那時候穿的涼鞋 突然壞掉 袋子直接斷掉 然後我在 我一個地下街 買那種290 390的鞋子 我那時候只是為了要應急買的 結果沒想到它買的意外超好穿 它鞋底超軟耶 有很多涼鞋是鞋底很硬 因為畢竟它是平底嘛 所以它其實不太能放這種氣墊 這一雙意外的超好穿超舒服 就是我穿這個涼鞋走 一整天我腳也不會痛 留下來 好的 那這邊這堆 總共 2、4、6、8、10 14雙是我要留下來的鞋子 然後這邊 這10雙 這次要淘汰掉的鞋子 等一下 啊 這雙要淘汰嗎 啊這雙真的很好看耶 我先把它留下來 蛤 可是這一雙 好啦好啦好啦 淘汰淘汰 都已經有這麼像了 這邊淘汰這些 我就會 捐給 需要的人 然後這邊就是我這次留下來的鞋子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鞋櫃斷捨離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